字幕提供 老師的年終獎金好不好 固定都是1.5個月 軍公教都是 全國的軍公教 他只要是軍公教一定就是1.5個月 這個不會多也不會少 跟景氣無關 固定的 那1.5個月你都怎麼花 花掉一定花掉啊 沒有存起來 什麼存 幹嘛存 一定花掉的啊 幹嘛存欸 憲哥老師好奇怪 你已經辛苦一整年了 然後好不容易領到 你都這樣教學生了嗎 難道錢就花掉 不是你已經辛苦一整年了 那你現在 有一筆多餘的這個bonus的獎金 那如果你又沒有負債的話 當然 嘉賓剛剛講的對 你有負債當然優勤很負債 那如果你身上也沒有負債的話 那這筆錢就是要犒勞 我自己一整年辛苦的工作 所以就是把它花掉 但是你不會覺得存下來比較安全感 不會 因為你每個月過天還是有薪水啊 我只是說 對我來講這1.5個月就是多的 我每個月過天的薪水 那是我的必要支出 但是對我來講我的心態上是 我工作了一整年 浪費了我一年的青春 我好不容易得到1.5個月的獎金 浪費你一年的青春 欸青春很珍貴耶 你看我都會打玻尿酸了 對我來講 你真的有打玻尿酸 有啦 你這年輕人都還在做玻尿酸 青春很重要 打哪裡啊 打法令文啊 你這麼年輕欸 可是他是要教小 教高高升升好了 要年輕一點 所以我已經耽誤了我一年的青春 然後好不容易得到那麽1.5個月 所以1.5個月也沒有很多 老實講 就那麽一點小小的數字 那我當然就是要安排我今年就把它花掉 所以我的習慣是 我一定會出國把它花掉 像我們老師是寒暑假嘛 大家知道 寒假大概就是21天 暑假兩個月 所以我一定要安排三次的出國 寒假一定要一次 暑假一定要兩次 基本的 那如果有其他的時間多餘的話 那再去拿 要讓自己開心 對 就是一個 你知道這就是 這是有精神調劑 就是說如果我每天搞得像守財奴一樣 然後賺的錢也不多 然後還要在那邊省吃檢用的話 我上課的情緒也會很差 真的 每天要去看潘醫師了 對 所以我就要去報到 我很多病人 就是說平常上班工作 都要吃安眠藥 但只要出國去完 就可以停下來 然後出國完回來 又有時差 再來報到 所以你看我只要拿1.5 你的聲音應該越來越好 我只要拿1.5個月的年終獎金 這樣子一整年 我完全都不用去看精神科醫生 我也不用 這麼容易 所以這就是我對自己的一個見證 真的 錢不花掉也是醫藥費 乾脆花掉好了 可是只有你可以 因為你是老師 你的寒暑假是還是有薪水的 可是其他人就沒有辦法 像你一年 沒有 我剛剛講的是 我拿的是我的年終獎金 我不是拿我平常 因為我平常的月收入 當然就是要負擔我一些必要的基礎 然後我剛剛講是 因為多出來這一筆錢 對我來講 大概就是紅包分一分 可能過年要包著紅包 就算一算 剩下這一筆就把它花掉 你太太呢 想法跟你一樣 我太太 她沒有我那麼誇張 但是她 你太太 你出國 你太太會跟你去吧 當然啊 不是你自己去 或是帶別人去 醫生不要再太太太 我怎麼只去兩次 她說三次 她說三次 沒有 有時候太太會讓我自己出國 OK 你看你看 太太 沒有就是因為我們 暑假有兩個月嘛 太太不可能去那麼久 所以可能就會說 那你就自己去 我的觀念是這樣 與其在那邊拼命的截留 不如我拼命的開園 這是另外一個觀念 就是什麼叫開園呢 像通告 通告是一個 接演講 寫稿 我們老師嘛 稿費 還有寫書 該不會老師你社會運動有在賺錢 社會運動沒賺 但是因為社會運動 你有了一些知名度以後 你會可以去寫專欄 然後寫書 那我這個東西是有錢可以賺的 所以我對我來講 寫書現在還有錢賺嗎 有啊 版稅啊 他的書賣得很好 沒有你書寫了以後你賣 然後你還要去宣傳 然後跑一跑以後 其實他還是會有一些流量進來 所以對我來講 然後因為你出書 總是會有人邀請你去演講 對 作家嘛 演講 那演講就會有一些演講費 所以對我來講 開園會大於截留 對 這指每個人的人生 他是一個活潑的斜槓老師 對 所以我當然可以安穩 很多人說安穩當老師當你輩子 這個當然是沒問題 可是人總是有一顆悸動的心 特別我還年輕 對 那有人看你覺得 你不像是會走進當老師這樣 對 我本來也不想當啊 我當初在大學 全庭志願的時候 其實是第一志願其實是要當律師 蛤 真的 真的喔 因為你知道我20年前那時候 念大學的時候啊 那時候律師是 現在律師很多老實講 所以現在律師的那個心奉 像我的朋友當律師其實很可憐 現在律師有時候搞得像業務員一樣 都還要去免費諮詢 然後還要去接一些案子 但以前律師20幾年前律師是 那時候還沒那麼多嘛 所以律師還蠻威風的 律師的錄取2% 現在已經到8% 我那年代是都到2% 那現在已經8%了 8%了 所以我那年代2% 其實我又在新竹那地方 小地方你知道 當律師其實很威風 收入也保證 然後又威風你知道 誰敢碰一下就 就告摩 對 真的 但是 沒去當律師 因為我這個很務實 我高三已經唸了一整年的書 有沒有起笑 你知道我每天 我那時候不敢上來床上 我高三一整年沒有睡過床 我都睡地板 因為睡床你根本起不來 沒辦法 就為了讀書 我就是很拚命 就拚命唸了一整年的書 然後想要來台北發展 然後那時候 唸了一整年的書你會怕 就不敢再唸書 然後剛剛齊森哥講得很清楚 那時候律師錄取率才2% 你覺得你唸完4年法律系 拚了4年的書 你還要拚命考律師 也不保證你考得上律師 也很高 所以這個風險太高 風險很高 我沒有辦法承擔未來4年 投下去未必有回報 我沒有辦法承擔 我未來4年認真念書 然後考不上律師的風險 所以我那時候就排除了這個選項 然後我第二個志願是當記者 也蠻適合的耶 對 也蠻適合的 所以我那時候本來是想要填 記者當第一志願 可是後來我在填志願的前一天 我又想了一件事情 人家跟我說當記者是一個 要24小時standby的行業 對 我還以為你是想到說 小時候不念書長大當記者 不是 你念那麼多書 怎麼念到記者 小時候書念很多 長大才要奉獻社會 對啊 可是就想到說 那時候還沒有PTT 對 那時候還沒有出現 可是因為當記者很辛苦 你知道他是一個 就是要不斷的去standby 然後你假日有時候 還會被call回去 媒體業就是這樣 然後重點是媒體業 但是我選的是公民老師 公民老師是跟新聞時事是可以結合的 然後跟法律也是有相關 所以這個職業基本上是合乎 我在法律跟媒體的興趣 但是他又比較相對穩定 所以我那時候就填他當第一志願就進去了 公民老師的薪水是多好啊 不一定 我們老師的薪水都是 一定都是一階梯式的 我們每年都會加薪 我剛出社會第一年交出的時候 薪水只有3萬6 然後我現在交了16年 薪水可以來到7萬 有算年資 對 他就是每年每年這樣子去漲 然後會再繼續往上嗎 對 最高大概可以到8萬 到8萬頂 但是很穩定 而且之後還有退休縫 對 後面這一塊是比較吸引人 對